这期继续讲职员第一百篇,确实不能怪小黄,我这是不请自导,来之后才联系小黄,所以他也不知道,再说,我可不敢让陈市长到机场去接机。 沙元宝办事解释,办事玩笑地说着,目光从陈兴和黄明身上扫了一圈,对于陈兴和黄明的关系,沙元宝心里了然,知晓两人是好多年的同学, 此刻见两人讲话很是随意,沙元宝心里的想法又多了点,黄明和陈兴的关系怕是要比他想得还要亲近点,老家的贵客过来,我要是没去接机才说不过去。 陈兴摇了摇头,也没继续纠缠这种小事,倒是沙元宝主动过来了,他肯定是要尽力争取,让对方留点投资下来,要不然他这个市长可就当得不太称职了。 嘴上笑道,沙总,是第一次来南州,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有来过,那时候陈市长还没到南州来。 沙元宝摇头笑道,陈市长也才来两个来月吧,差不多也就那个时间。 陈兴点了点头,听沙元宝如此说,他心里微微有点普了,对方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 那肯定也是看中什么投资项目了,并非是专程为了过来拜访他,又道,沙总,这两天,我让政府办的人陪你转转。 陈兴这话的,无疑是认定沙元宝是来投资考察,所以,政府办的人负责接待。 那就要麻烦陈市长了。 沙元宝很是干脆地点头,看了下时间,沙元宝笑道,今天冒昧来访,怕是打扰陈兴了。 打扰岛不会。陈兴摆了白手,就算是再重要的工作,也没比沙总过来重要。 陈市长,你,你这真是让我愧不敢当了。 沙元宝泊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站了起来,陈市长,今天就先不打扰你工作了,回头再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这几天,我都还会在南州,有的是时间。 也好。陈兴笑着站了起来,今天晚上我做冬,给沙总接风洗尘。 好,好,晚上我一定和陈市长多喝两杯。 沙元宝含笑点头。 陈兴亲自将沙元宝送到了门外,一直送到楼梯口,这在陈兴到任以来,还是头一次。 以往顶多也就是将客人送到门口,还得是重要客人,要不然都没资格让他起身相送。 这次将沙元宝送到下楼梯的地方,引得不少经过的工作人员都暗暗留心。 黄明跟着沙元宝一块走,下楼时朝陈兴使了个眼色,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示意回头再联系。 邵华东回来时,恰好看到陈兴送人的一幕,诧异了一下,邵华东上楼后就笑道,哪里来的贵客,竟然让市长您亲自送下来。 老家来的,海城首富,看他样子应该是有投资意向。 陈兴对邵华东也不隐瞒。 哦,首富啊,那可是一只大肥羊,得狠狠宰一下。 邵华东恍然,陈兴送出来也就不奇怪了。 华东,你这话说的。 陈兴笑着看了邵华东一眼,话锋一转,确实认同道,的确是只大肥羊,应该努力让他把投资留下。 两人说笑了一句,陈兴猛然想到邵华东这会应该还是在开会才对。 奇怪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本来出席会议的领导就只有廖秘书长一个,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副秘书长称场面, 好几个人提前开溜了,我出来接了个电话,原想再回去开会,想想没啥要紧事,干脆也溜了。 邵华东笑道,看了下左右,不时地有工作人员路过,邵华东迟疑了一下,道, 市长,道你办公室坐一坐。 哦,陈兴疑惑地看了看邵华东,知晓邵华东这是有事要跟自己说了,陈兴点点头。 两人进了办公室,陈兴跟邵华东也不见外,笑道,华东,什么事? 市长,检察院最近在调查第一医院的情况。 嗯,是有这么一回事。 陈兴点了点头,这件事是他只是下去的。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进展没,第一医院的邓锦春真有问题。 有不少针对邓锦春的匿名举报信,说他收受医疗回扣,贪污工程款。 我让检察院的人调查一下,有没有问题,还要看调查结果。 陈兴对邵华东并不隐瞒,这是是他让肖远庆一手操作的。 但医院内部有人匿名举报邓锦春,确实确有其事,举报的人应该也是在医院有一定职位的。 特别是对医院目前在建的新门诊大楼和住院大楼两个工程十分了解。 道出了很多详细内幕,陈兴有看过举报信。 当然,举报信所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但凭此也足以调查邓锦春了。 陈兴一直想拿卫生系统开刀,有这么好的借口,焉有错过的道理。 其实陈兴隐隐猜到那匿名举报的人也是肖远庆安排的,肖远庆在第一医院有相熟的朋友。 要安排这事并不难,不过对于陈兴来讲,不管所谓匿名举报的人是不是肖远庆安排的并不重要,他只看重结果。 至于过程,肖远庆怎么去做,陈兴甚至问都没问一句。 邓锦春这人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做事很有分寸的一个人,应该不会这样吧。 邵华东眉头皱了一下,他这话是在质疑,也是在变相地为邓锦春官说,这也怪不得他,因为他多少欠了邓锦春人情。 刚刚接到邓锦春诉苦的电话,邵华东答应帮忙问一问,所以才会有眼前这一幕。 这就不好说了。 陈兴对邵华东的话不可置否,不过邵华东竟会为邓锦春的事出头,这让陈兴有点惊讶,只不过不好问不出罢了。 看到陈兴的眼神,邵华东颇为无奈地笑了一下,之前我那口子一直都是在第一医院治疗。 邓锦春亲自跑前、跑后的张罗了不少事,为我那口子的病情,他也是尽心尽力了。 所以,听到检察院在调查他,我也就问一下,原来是这样。 陈兴听到邵华东说的这个因果,理解地点了点头,邵华东过问这事的理由真的很正常,但心里免不了付费一句,假若邵华东不是副市长,他的妻子住院,邓锦春会那么卖力才怪,说到底也是冲着特权去的。 两人相对沉默一会,邵华东见陈兴没再说啥,知道陈兴是个不轻易松口的人,想想现在也不能断定邓锦春就有问题,他这会说别的也不合适。 倒不如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也就起身告辞。 从市政府开出去的两辆车子里,黄明自己开了一辆车,沙元宝坐另外一辆,刚才在其身边一直没说话的漂亮女秘书充当着司机,此刻在车上,那漂亮女秘书才开口问道, 沙总,刚刚您怎么不和那陈市长说看中了崇北市政府招待所的地块?第一次见面,急着说那干嘛,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急。 沙元宝笑着摇了摇头,现在通过那黄明跟陈兴好好搞好关系,才是真的,关系弄好了,以后的事才会水到渠成。 沙总,其实凭您的身份地位,就算是单独去见那位陈市长,恐怕他也会扫他欢迎吧。 再通过那黄明去牵线搭桥,是不是多此一举?漂亮女秘书不解道。 你说得没错,我单独上门拜访,他同样会欢迎致志。 沙元宝咧嘴笑了一下,作为海城市首富,他不缺和官员打交道的经验。 不仅本地的官员会上门拜访,就算是外地的,也不乏有官员登门求见,无非是希望他能过去投资,所以沙元宝在面对一些政府官员时,心里是有优越感的。 当然,沙元宝也知道他的这种优越感必须点到为止,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对他们这些有钱的富豪固然是奉为座上宾,但要是出点啥事,翻脸的速度也是一等一的。 往往能干出泄沫沙驴的事来,到了这时候,你再有钱,钱还能带得过全去。 所以,商人和官员勾结也就成了必然现象,钱和全结合了,这钱才能赚得安胜,商人不为自己找点靠山,生意也做不踏实。 那沙总为何还要让那黄明引荐? 那黄明不过是一介小商人罢了。 漂亮女秘书对沙元宝的了解不可谓不深,知道沙元宝这样说,肯定是还有下文。 再次问了起来,而他本人也对沙元宝后面的答案十分感兴趣。 因为他到沙元宝身边的时间还不长,还在疯狂地汲取营养、交际,特别是和官员打交道。 这在所处的这个国度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我们单独拜访和黄明引荐,意义是不一样的。 沙元宝一只已经有些褶皱的大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到了漂亮女秘书的腿上。 我也是在海城的时候,偶然知道黄明和那位陈市长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让人打探了一下,才知道两人从高中起就是同学了。 关系很亲密,甚至黄明开的酒店里,恐怕也有那陈市长的干股,你说两人的关系紧不紧密? 今天一见,也证实了两人关系很要好,所以这黄明就算是生意做得不大,但就凭他跟陈市长的关系,身份又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要到南州市来投资,如果有陈兴这个市长做后盾,很多事就变得简单了。 但我们之前跟他并没别的交情,我们单独拜访,他固然还是会热情,也希望我们投资。 但谈到具体的事情,他恐怕也只会公事公办,这时候,就是私人交情发挥作用的时候了,黄明,总能发挥他的作用。 沙元宝淡淡地笑了笑,这种事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跟官员打交道是件技术活,考验的不仅仅是智商,还有情商,很多事情都是存乎一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后你接触多了,慢慢也就懂了。 那沙总您可得多教教我,要不然人家可不懂。 漂亮女秘书娇称道,嘿,我这不就是在叫你吗? 沙元宝微微一笑。 市中心的东海酒店,自打曾高强当上了副市长之后,他吃饭的定点酒店就换成了这里。 临近中午,酒店三楼的贵宾包厢,此刻曾高强和邓锦春两人坐在一起,桌上除了两人,还有曾高强的秘书和司机, 曾高强的秘书和司机都是他从卫生局带过去的。 原来也不叫秘书,只能叫通讯员,正处级干部本身就没资格配秘书,曾高强升任副市长,将自己原来的通讯员带到市里, 称呼也理所当然地换成了秘书,至于司机,也是跟了曾高强五六年了,两人都是他的铁杆心腹。 四个大老爷们外,还有两个女性,邱雁华和方婉华,二女分左右坐在曾高强身边。 曾高强对此也一点不掩饰,反正在场的人也都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 曾高强也不怕谁会出去多嘴,身旁美女环绕,曾高强的心情自是不错。 相较于性质不错的曾高强,邓锦春却是有些无精打采,又是小半杯白酒下肚。 邓锦春看了看曾高强,道, 曾市长,您不是跟检察院的罗副检察长关系不错吗?能不能让他通融通融? 这次调查又不是检察院内部发起的,找他也不见得有用。 曾高强摇了摇头,瞥了邓锦春一眼,老邓,我说你太紧张了,不就检察院调查吗? 把你给吓得,瞧你这点出息。 曾市长,被人盯着,这心里总不踏实。 邓锦春苦笑,心里暗骂了曾高强一身,站着说话不腰疼,到时出事了。 把他惹急了,就把曾高强供出来,医院投资上亿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工程。 他固然是摊没了不少工程款,但也拿出不少孝敬曾高强,曾高强以后敢袖手旁观。 他绝对也会拉对方下水。 放心吧,检察院那边,我会帮你活动的,尽量让他们走个过场就是了。 你该干嘛干嘛,别啥事都没有呢,就自己上蹿下跳地到处找人,你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有问题吗? 曾高强安抚着邓锦春,会有人举报你,可能就是因为上次的医患纠纷。 你赶紧解决好就没事了,别拖着自己找罪受。 曾市长,我已经将相关责任医生开除了,医院给予了患者家属一定赔偿。 再者,那名富有直接责任的医生也赔偿了患者家属将近三十万,那患者家属还能有啥不满意的。 邓锦春脸色颇有些抑郁,他也不说直接责任医生沈阳伟就是他的妻职。 曾高强也未必就不知道,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也没必要说出来。 再说,他也将沈阳伟从医院开除出去了,算是下了狠手。 为了这事,他最近在家里没少跟妻子吵架,弄得他烦躁不已。 反正以后少出些这样的事,别给自己惹麻烦。 曾高强又道。 曾市长,就怕这次检察院调查跟那起医患纠纷根本就没啥联系。 邓锦春担忧道,真要只是医患纠纷的事,他也不至于这么担心。 别想那么多了,担心解决不了问题,我已经托罗开园帮忙从检察院内部打探消息了,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也会说的。 曾高强淡然道,他说的罗开园就是邓锦春口中的罗副检察长。 两人又喝了几杯,邓锦春话里话外还是在担心被调查的事,曾高强则是有些不耐烦了。 邓锦春啰啰嗦嗦地说个不停,曾高强根本没心思听。 邓院长,心情不好,喝那么多酒也没用,要不我陪你到楼下的KTV吼两声。 心情不好,吼几声就好多了。 曾高强的秘书察言观色,站出来为自己领导分忧,他知道领导现在身旁美女环绕,极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办事。 我这会哪有什么心情唱歌。 邓锦春无奈地笑了一下,抬头一看,见曾高强的秘书和司机都盯着自己看。 再看看曾高强身旁的两女,邓锦春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也好,去吼几声。 晚上,陈兴在迎宾馆宴请沙元宝,一晚的工程交错,陈兴第二天醒来,头还昏昏沉沉的,洗了几把冷水,才精神了一点。 临出门前,陈兴习惯性地又看了下日历,一天天过得很快。 陈兴按道,这离过年是越来越近了,今年的农历春节是一月下旬,离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五天。 这一年又快过了。陈兴叹了一口气,到时候回江海过年,又该去拜访一下劳领导周明芳了。 他隐隐有听到来自京城的消息,劳领导周明芳可能要调到其他省份担任省委副书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若消息属实,劳领导也算是白齿干头更进一步了。 将来问鼎正部级干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来到办公室,一大早心情还不错的陈兴却是听到了糟糕的消息。 公安局副局长陆明大清早就给他来了电话,电话里说的也不是很什么好事。 陆明告诉陈兴,张青阳死在看守所了,这个仅仅在位几天。 被称为南州市有史以来最短命的是公安局局长,以一种极端方式死在了看守所。 头部用力撞墙,当场死亡,现场留下了一封血书,是张青阳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的,让人触目惊心。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张青阳留下的血书指向了陈兴,直指陈兴报复陷害。 张青阳在心灰意冷,孤独无助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反正血书的大致内容就是表达一种以死抗争的意思。 不得不说,血书的内容很凑淡,张青阳死了也就死了,但最后却是留下个地雷给陈兴。 嘿,他这是想干嘛,死了拉我垫背。 陈兴听到陆明的汇报后,冷笑一声。 市长,看守所的好几个人看到了血书的内容,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将消息控制起来。 现在蒋副厅长在现场,廖东华也在现场。 陆明在电话里同陈兴汇报着,他这是抽空从现场出来给陈兴打电话的。 因为这看守所里也有廖东华的人,所以廖东华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陆明作为一个副局长,想要封锁这种消息,并且将张青阳留下的那血书毁掉都做不到。 而廖东华这个政法委书记又跟陈兴不是很对路,所以陆明也就直呼其名。 至于临时主持市局工作的省厅副厅长蒋建生,陆明对其还算恭敬,因为蒋建生的立场较为中立。 有人看到了也就看了,又不是真的,我们自己要是太紧张,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陈兴不屑地笑道,他不知道张青阳突然自杀,临死前又来这么一手。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幕后指使,不管是阴谋也好,又或者是张青阳纯粹要报复他也好。 陈兴对此都不屑一顾,不可否认,张青阳这么做会让他有点麻烦,但他还不至于怕这点麻烦。 是这样没错,但张青阳这一死,恐怕,陆明话没说完,他知道陈兴明白他的意思。 若张青阳没死,这血书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但问题是张青阳死了。 这血书的内容,就算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那也会因为张青阳这一死,被无限放大,对陈兴是很不利的。 不用担心,深正不怕影子邪,我一向都是不怕麻烦的人。 陈兴很是平静地笑了笑,张青阳是什么时候死的,就今天早上。 嗯,就今天早上,吃完早饭之后,大概也就八点多钟。 哦,那也就刚才啊。 陈兴皱着眉头自言自语,现场有发现什么吗? 比如说,张青阳吃的早餐或者啥的,有异常吗? 这个已经调查不出啥了,张青阳吃早餐的那碗光溜溜的,根本无从查起,房间里也没啥异常。 这么说,是把早餐都吃完了? 是想吃饱了好投胎,还是想掩盖什么? 陈兴戏谑地笑了一下,张青阳已经死了,他如此调侃, 倒不是他冷血,而是他对张青阳也尾时生不起半点同情心,对方临死前给他来这么一手,他能同情地起来才怪。 和陆明短暂地通了一会,电话便挂掉,陆明因为要在现场盯着,所以没办法过来当面汇报。 陈兴戏,陈兴拿着手机沉吟了起来,张青阳自杀的消息恐怕已经传开了,至于那血书的内容,知道的人也不会少。 接下来,这件事的后续影响会逐步体现,对他而言,无疑是麻烦的开始。 冰来降挡,水来土掩,怕个球。 陈兴最后将手机揣进口袋,嘀咕了一声。 对陈兴来讲,张青阳死了也就死了,他该干嘛还是干嘛。 陈兴也不怕张青阳临死前来,给他来这么一下,无非就是让他跟吞了一只死苍蝇一样恶心。 还能把他怎么样?深正不怕影子鞋,陈兴也不怕一封所谓以死明智的血书真能撼动得了他这个市长。 正经是有些人恐怕是幸灾乐祸地准备看热闹,觉得他会暴跳如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陈兴却是一点都不受影响地干自己的事。 他也不去案发现场的拘留所,张青阳死都死了,他去那干嘛?有陆明在那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也能第一时间知道,他要是自个急吼吼地去了,反倒是让人以为他这心里有鬼了,还不如干好自己的事。 所以接下来,陈兴将黄江华叫来,今天的行程该怎么安排还是怎么安排? 不过陈兴不在乎张青阳这事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但有人却是不想让他清静,这不。 市委书记葛建明在九点左右就给他来电话了。 电话里,葛建明关心地问起,陈兴同志,听说张青阳死在拘留所了,还是撞墙自杀? 你妈,这是故意来恶心我的吧。 陈兴听到葛建明在电话里如此问起,当时有种怒从心头起的感觉,忍着没有发作。 毕竟对方是市委一号来着,嘴上硬邦邦地回了一句,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葛书记去现场看了吗? 我去现场看干嘛,去了又不能让张青阳活过来。 葛建明很是淡然地说了一句,脸上带着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是听出来了。 年轻的市长同志说话有情绪了。 张青阳自杀这事,确实是给年轻的市长同志带来极为糟糕的心情了。 葛建明心里如此想着,他虽然还没那种看到别人心情不好就偷着乐的恶趣味,但刚刚听到的这个消息。 着实让葛建明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是生出了点幸灾乐祸,还真别说。 他打这个电话真有点恶心人的意思。 当然,葛建明是不能如此表现出来的。 目前为止,他在明面上都跟陈兴维持着较为和谐的关系,葛建明暂时不想打破这种关系。 哪怕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沉吟了一下,葛建明看起来很是关心地说道。 陈兴同志,张青阳之前是市局局长,身份较为敏感,他在拘留所自杀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们要谨慎处理。 张青阳的案子一直都是由布里的专案组和省厅联合办案,咱们南州市局只是配合调查。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我想布里和省厅会考虑得比我们还周全。 陈兴此刻真想图葛建明一脸,压的是打来关心还是恶心人的。 您知道张青阳死前弄了张学书是针对他的,你一个堂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是吃饱了撑着打着电话来看他的笑话。 葛书记,我有点是要忙,没啥要紧的事,就先这样吧。 陈兴很不客气地挂了葛建明电话,这种时候,他也不怕表现得冲了点。 葛建明不就是想看到他糟糕的心情吗?想看笑话就让你看吗? 一上午的时间,除了葛建明打电话过来,也没再有人打过来,毫无疑问。 这种时候,谁要是打电话来问,都会被认为是看笑话来着,也就葛建明敢打。 陈兴上午照就去参加了市残联的一个活动,关心残疾人事业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吗? 临近中午的时候,陈兴才回到了办公室,上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陈兴出席了两个活动,除了市残联的活动,还有市副联的活动。 没错,今天上午的活动安排就是重点体现他这个市长对广大残疾人和妇女同志的关心和关怀。 在市残联参加座谈会时,陈兴就着重指出了,明年市政府会准备一笔专项资金用以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刚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教育局副局长杨红就过来了。 这段时间,杨红跑陈兴的办公室真的是跑得挺勤,他只是区区一个副局长,但每次都能进陈兴的办公室,这一下子,谣言就出来了。 说是年轻的市长,最近正热衷于给漂亮的女教育局长做思想教育工作。 嗯,在思想教育的同时,可能又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深入接触和交流。 这机关单位和政府大院从来就是滋生八卦和谣言的地方,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但谣言能传得这么快,这关键还是跟前一段时间,曾高强故意制造谣言说陈兴跟林洪有啥啥不正当的关系。 当时林洪是李浩诚的情人,可是一个十足的卖点,这也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 年轻的市长真的是饥不择食啊,瞧瞧,连副手的女人也不放过。 这种谣言传到了下面,就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版本了。 有人说陈兴不仅纠缠却潮,将李浩诚的女人给上了,还连李浩诚一块整了,弄得李浩诚出国考察,就不敢回来了。 这种谣言是传到了下面后新增的一种版本,其实越传到下面,真的是多离谱的都有。 而这些,就不是陈兴所能知道的,但陈兴知道一点也就够了。 前段时间的谣言,是从卫生局出来的,跟曾高强这个之前的卫生局长脱不了干系。 谁让曾高强跟陈童进还有曾亲戚关系来着,他不怀疑曾高强也没别人可怀疑。 他也相信其余人还没这个胆子造他的谣,这是陈兴非要收拾曾高强的缘故。 特别是曾高强每每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副公顺的样子,这种两面三刀的阴险小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谣言猛于虎,这是陈兴的深刻体会,现在只要有漂亮女干部跟陈兴走的近点,那么,肯定是往男女之间的那点事上联想,陈兴对此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陈兴也是个率性敢做的人,别人喜欢传他跟女干部的八卦,他总不能就不跟女干部接触了,碰到女干部就退避三社,真要是那样,指不定以后又该传出年轻的市长原来不喜欢女的,而是喜欢男的。 不过杨红跑他的办公室跑得很勤快,这尾时是让陈兴有些无奈。 前面几次可以理解为杨红是为清远县二中争取拿两百万的拨款,陈兴愿意见他是因为看他一片全权之心。 而到了后面,陈兴在看过清远县二中的资料,也只是财政局那边挤出二百万的拨款了,杨红真的是没有再过来的理由了。 不过杨红还是跑得一样勤快,他说他是主动来向陈兴汇报工作来着,作为一名下属,要积极向领导汇报工作吗? 这是杨红的说辞,陈兴听了,端得是无言以对。 其实陈兴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这漂亮的女副局长真的是很扬眼。 你这又是来汇报工作了? 陈兴斜瞎瞥了杨红一眼,通过最近几次的接触,他也算是对杨红有所了解了。 这女副局长的脸皮也真的不是一般厚,他要是不见,对方能在办公室外等一上午。 等他出门的时候,直接堵在门口,要说这种耐性还真的是女性干部天生有优势,脸皮厚也有优势。 至于说,外面早就传开的各种谣言,杨红似乎也是脸不红心不跳,依然我行我素。 这次不是汇报工作,是代表清远先二中来请陈市长您出席他们新教学楼的奠基仪式。 二中的全体师生都打心眼里感激陈市长您能拨款,也十分希望陈市长您能去参加教学楼的奠基仪式。 那对二中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杨红一本正经地说道,今天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圆领长袖衬衫,下面配着黑色的女士西裤,一身简单的黑色职场装,却是将其圆润而又苗条的身材展现出来。 陈兴眼睛往从杨红身上一扫而过,便又不动声色地收回来。 这女人举手投足间就有一种吸引力,陈兴按道理一句,其实通过这几次的表现,陈兴心里再清楚不过,只要他稍微暗示一下,杨红绝对愿意跟他发生点超有益的关系。 在体制里面摸爬滚打的干部,真的也不会太在意男女间的那点事,这是这个环境所决定的,不过陈兴的心思真的没在那上面。 听到杨红这次是邀请自己去参加清远县二中教学楼的奠基仪式,陈兴沉吟一下,也没急着拒绝,你回头跟黄秘书说一下,到时候没别的安排,我自会过去。 那,没什么事,你可以先出去了。 陈兴的电话响起来了,长盛军打过来的,陈兴对杨红下起了逐客令。 那我先出去了。杨红颇有些心不甘情不愿,长盛军给陈兴打电话,无非也是因为张青阳在拘留所自杀的事。 早上他是最后一个赶到拘留所的,不得不说,不管是省厅还是市局,对于他们这些不理下来的调查人员都带有一定的排斥。 这对于长盛军来讲也不是不能理解,地方部门的排外性吗?长盛军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也就是陆明这个副局长是尽心尽力在配合他们,这里头自然少不了陈兴的因素。 长盛军到了拘留所也没给陈兴打电话,陆明已经在那。 长盛军知道陈兴肯定是得到消息了,他没必要急着打电话。 忙活了一上午,部里、省厅、南州市局联合开了一个案情讨论会,对张青阳自杀一事。 各自发表了看法,众人都有意无意地避免提及张青阳留下的血书,因为那涉及到了陈兴。 这件事有什么影响,也不是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该操心的,他们只要查案就行了。 张青阳自杀是否另有隐情?背后有没有什么人指使?这是他们要弄清楚的。 长盛军觉得该和陈兴出来坐一坐了,他有些日子没和陈兴碰头了,对目前案情的进展,他也该和陈兴汇报一下。 两人约了地方见面,陈兴将地点定在了合力的那个咖啡厅,长盛军比他先来了一步。 坐在大厅的角落,陈兴朝对方招了招手,转身朝一个包厢走去。 你去忙你的,我有点事,等一下给我们准备点吃的送进来就好。 陈兴对走出来的合力说道,看下时间,这会也快十二点了,合力这家咖啡厅还兼营西餐。 陈兴所幸决定在这里吃午饭。 在包厢里坐定,陈兴和长盛军两人都是直来直往的性子,也不寒暄,陈兴问道,你对张青阳自杀的事怎么看? 我亲自审过张青阳几次,之前还特地琢磨过这个人的心理,不像是一个有勇气自杀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人都是如此,只要有一点生的希望,很少人会去求死。 张青阳更不像世事那种人。 常盛军说着,他对张青阳的印象,神情也陷入了回忆当中,回想着和张青阳有限的几次接触,以及对张青阳性格心理的分析。 我查看过张青阳的尸体,头部撞击墙壁不止一次,看样子,他一开始应该也是有所犹豫的,并没那么大的决心。 没那么大的决心,但还是撞死了。 陈兴嘴角撇了一下,这会说这种风凉话也没意思,仔细思索一下常盛军的话。 陈兴听得出来,常盛军对张青阳的自杀是有所怀疑的。 认为张青阳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自杀,这也符合陈兴的想法。 沉默了一会,陈兴问道,之前你们审讯他的时候,没察觉到任何一场。 那倒没有,感觉他还斗志昂扬的要抗争到底。 常盛军摇了摇头,张青阳也是个老公安了,他死咬着不松口,我们都还头疼,怎么撬开他的嘴呢? 这不,之前的几次审讯都没半点进展,没想到他自杀。 之前没有一场,那就更说明自杀的蹊跷了。 陈兴皱着眉头,拘留所内部也不知道能不能调查出什么眉目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真要有人通过拘留所内部的人给张青阳帝什么话,那人也算是神通广大了,肯定把尾巴都清除干净了。 想要查到什么蛛丝马迹,很难。 常盛军对陈兴的话并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 他上午在关押张青阳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圈,啥也没发现。 当然,拘留所内可能真的有给张青阳帝话的人,但要查出来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推测都是在认定张青阳自杀是有幕后黑手指使的情况下来说的。 假若张青阳的自杀很单纯,那他们这些推测都不成立。 两人讨论了一会,陈兴又问起了郑光福中毒死亡的调查有没有进展。 得到的结果依然是否定,常盛军说起这个时,脸上也有点挂不住。 这个案子查得也有些日子了,陈兴嘴上不说什么,谁知道会不会认为他们不理的人也挺无能。 郑光福经常待在海天酒店,每天人来人往太多了,特别是他的应酬太多,想查这个真不好查。 常盛军辩护了一句,不急,慢慢查就是,查得到就查得到,查不到也没办法。 陈兴笑了笑,其实能不能破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唯一好奇的也不过是谁给郑光福下毒来着,这个好奇,不一定就要知道答案。 他看中的是自己的目的,而他目的已经达到。 郑光福和张青阳这些拳钱勾结的害群之马已经被整治,陈兴并没在其他要求。 他也借此完成自己的布局,将陆明塞进了市公安局,所以,破得了案还是破不了案。 陈兴真的不关心,那是办案人员的事。 两人说着话,常盛军的电话响了起来,拿起电话一看,见是顶头上司吴汉生的电话。 长盛军赶忙接了起来,吴菊,盛军,你们在南州准备收队,将案子移交给省厅的人,你们可以回来了。 电话里,吴汉生说道,吴菊,案子还没办完呢,怎么突然这么仓促? 长盛军听得一惊,不动声色地抬头看了陈兴一眼,他可是知道当时吴汉生派他带人下来是为了配合陈兴,这里面隐约也涉及了南州市的政治斗争, 不过,那不是常盛军该问的,他只知道陈兴让他调查的确实是违法犯罪行为就够了,其余的不是他该管的。 至于陈兴借此,做什么打击一己的事,常盛军充耳不闻,更不会多嘴半句。 此刻,乍一听吴汉生让他收队回去,常盛军的惊讶可想而知,难道这是陈兴的意思? 也怪不得常盛军会这么想,因为他带队下来本就是吴汉生的意思,而吴汉生似乎和陈兴达成了什么协议,所以这会突然听到吴汉生的指示,常盛军才会如此怀疑。 南海省厅对咱们不理参与办案的抵触挺大,特别是那叫什么张青阳的,他早上不是自杀了,之前几次审讯都是由咱们的人主持的。 吴汉生并没有直接回答常盛军的话,反而问起了张青阳的事。 是由咱们的人负责的,但这不能说明他的自杀就跟咱们的人有关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谁能知道他会自杀,地方公安部门的人总不会认为他的自杀跟咱们的审讯有关吧,那也太操蛋了。 常盛军听出了吴汉生的意思,他不是笨人,吴汉生话里的前意思等同于是在说地方公安部门的人将张青阳自杀的一部分责任也归咎于不理的人身上了。 就算没有关系,张青阳已经自杀了,之前几次审讯又是咱们的人负责的,地方上的人有点意见也是正常的,反正你带人回来就是,你们在南州也待了快一个月了。 局里堆了不少事情,咱们的人手也紧缺,别在南州浪费时间了,南海省厅的人想把案子都接手过去,就让他们去查吧,我们也不能怀疑地方同志的办案能力吗? 吴汉生在电话里同常盛军说道,常盛军是他的心腹,要不然为了给儿子擦屁股而派人下去配合陈兴干私活就不会选择由常盛军带队。 所以,对常盛军一两句比较不敬的话,吴汉生也不放在心上。 自杀归自杀,算责任也算不到咱们头上,现场还,常盛军本想抗议一两句,猛地想到陈兴还坐在跟前呢,后面的话硬生生吞了下去,他想说现场还留下血书来着。 地方省厅的人想歪嘴说张青阳的自杀跟他们不理的审讯有关,怎么不说现场还有血书指向陈兴来着,但这话只能算是牢骚话,要是陈兴没在。 常盛军可以说,但陈兴就坐在跟前,常盛军就万万不能说出来。 他也知道张青阳死前留下的那血书很不靠谱,但对于他这种外来办案人员来说,还真不敢断定说事实不是真的那么一回事。 因为张青阳一个堂堂的市公安局长在刚履新没几天就成为阶下囚,谁敢说不是因为斗争而倒台。 而这里面又少不了陈兴的身影,总之一句话,张青阳成为阶下囚跟陈兴是脱不了干系的,没有上层因素。 一个市局局长是那么容易倒台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既成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张青阳的确是罪大恶极,苍蝇不钉无缝的但,张青阳是罪有应得。 所以,常盛军也懒得去理会这里面涉及了什么政治斗争,他是领了任务,要求配合陈兴,眼下的案子也的确是大案,他专心办案就事,但这案子还没办完呢。 吴汉生就让他收队回去,常盛军就有点不甘心了,他这个人有点将,案子没办完就不甘心放手。 你带队回来就是,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命令,必须服从。 吴汉生对常盛军的话也有点着恼了,知道这个得力干将的,将脾气一上来就又得跟自己反宁了,干脆呵斥了一句,也不容常盛军反驳。 好吧,既然地方省厅的人想单独调查,那就让他们查去吧,我还嫌在这里办案,办得不痛快呢。 常盛军撇了撇嘴,这一个多月来的办案,他早就感受到了来自地方,上省厅和市局的排斥。 尽管对方也不敢做得明显,毕竟他们是不理下来的,但有意无意地给他们制造点阻力是切实存在的,常盛军也不点破。 犯不着为了这种事跟地方上的人撕破脸,他们还需要地方上的配合,况且常盛军在将。 也知道身在体制里,对有些事情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凡是非要叫真的人,绝对会被大浪逃杀,挤出这个体制。 常盛军最后这话显然是带了点情绪,想到陈兴就坐在跟前,他同吴汉生的对话明显也引起陈兴注意了。 常盛军干脆道,无局,陈市长这会就跟我在一起呢,这事您是不是也该跟他打个招呼? 可,我本来就要给他打电话,只是先通知你而已。 吴汉生听到陈兴就在常盛军身边,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噎到,暗骂常盛军这混小子也不知道一开始就提醒他。 吴汉生脸上的异常,电话这头的常盛军自是看不到,陈兴更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从常盛军刚才的话里是听出一些了,知道常盛军是和吴汉生在通电话, 也听到常盛军说要收队,但其余的,他还真是一头雾水,常盛军挂掉电话,就一脸无奈地朝陈兴耸了耸肩,陈市长,无局让我们收拾铺盖滚回去了,案子要全部移交给省厅的人负责。 哦,陈兴略为惊讶地点着头,常盛军刚才和最后的话已经透露了这些信息,他此刻并不是太惊讶,只是有点未知地茫然,无局说要给你打电话。 常盛军说了一句,话音刚落,陈兴的电话就已经响了起来。 陈兴接起电话,吴汉生在那头就先表明歉意,陈市长,不好意思,我得让常盛军带人回来了,你们地方省厅的人要求将案子都移交给他们。 不理,有一位副部长过问了这事,让我们把人撤回来。 省厅要把案子都接手过去,有说什么理由吗? 陈兴疑惑的是这个。 理由肯定是有,早上张青阳不是死在拘留所了吗? 你们省厅的人对此有点意见,认为我们的办案人员之前对张青阳的几次审讯多多少少有些影响。 不过,这只是理由的一部分罢了。 你们省厅的人认为我们不理的人下去不接地气,对一些情况不了解,由他们全权负责会更好,我们不理是充分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 吴汉生甘笑道,他说的话有点言不由衷。 事实上,吴汉生也不想再过多地掺和这事了。 这件事的起因一开始就是他跟陈兴的私人协议,也就是后来从娱乐城里查出了大量毒品。 他才找机会将案子名正言顺地变成布里直接查办,总算是将最后一点隐患抹去。 但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地方的政治斗争,真的不想掺和太深,又怕过早退出来会惹恼陈兴。 他可是怕张明找他算账来着,谁让儿子不争气,闯了祸。 哪怕他在部里也算是一个实权的局长,但面对张家这样的庞然大物,真的是吐口水都能淹死他。 这次有了这么好的机会可以退出此案,吴汉生当然不会放过。 而且他也不用担心陈兴会有意见,部里有一位副部长的的确确是发话了。 把案子移交给地方省厅,吴汉生立马就给长盛军打电话让他收对了,此刻面对陈兴,也有很好的解释借口。 竟会是省厅的人在里面作祟。 陈兴眉头一皱,暗暗嘀咕了一声,的这个回答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陈市长,案子已经起了个头,相信后面的调查会很顺利。 吴汉生和陈兴说道,不管陈兴的心情如何,他这回的心情很不错。 短暂的通话结束,陈兴一时陷入了沉思中,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张青阳撞墙自杀。 省厅项目里要求全权调查,这里头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陈市长,常盛军见陈兴沉默,等了一会还没动静,忍不住出声。 嗯,陈兴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陈市长,我得告辞了,要将案子移交给省厅,又要赶回京城,事情还不少。 常盛军站了起来,差点忘了。 陈兴回过神来,常盛军不再负责案子的事了,得赶回京城去,嘴里还是倒,不吃点东西再走。 不了,这会也没心思吃饭。 陈兴点头不语,也没再挽留,起身相送,道,那你就先去忙吧,下次我去京城,请你吃饭。 那感情好,我等着陈市长这顿饭。 常盛军笑了笑,也没当真。 将常盛军送到门口,陈兴才重新走回包厢,仍有些心不在焉,甚至连何丽什么时候悄悄推门进来都不知道。 闻到身后传来的香水味,陈兴才察觉后面有人,那熟悉的香水味道,不用想,也知道是何丽。 想什么呢?想得这么出神。 何丽俯下身,从后面缓住了陈兴的脖子。 没什么。陈兴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你那朋友这么快就走了,你还叫我准备午饭呢,还吃不吃? 何丽笑道,吃,当然吃。 陈兴笑了笑,已经到饭点了,干脆吃完饭再走。 你朋友走了,那我来陪你吃。 何丽笑咪咪地在陈兴身旁坐下来,免得浪费粮食,刚才我可是吩咐厨房准备两人份的。 你陪我吃,就不怕我先把你吃了。 陈兴眼神在何丽身上扫了一圈,笑道,你要是敢在这里把我吃了,我是不介意,就怕你没那个胆子。 何丽哥哥笑了起来。 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笑着,其间自食乐趣十足,吃完午饭,陈兴也没在咖啡厅多待。 静职回了市政府,看下时间,才十二点半出头。 有点疲倦的陈兴索性就进了办公室里边的小套间,打算躺着咪一回。 案子一交给省厅,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躺在床上,陈兴闭上眼睛,还在想着上午的事,长盛军等部里的调查人员撤走。 陈兴也说不清好坏,只是感觉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点蹊跷,但真要说长盛军等人撤走对他有没有影响,那还真的影响不大,因为他最初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省厅厅长关锦辉也能算是张家这一戏的,倒也不用担心什么。 陈兴暗暗琢磨着,心里想着事情,眼皮也逐渐重了起来,慢慢地就睡了过去。 一点多的时候,陈兴才被电话吵醒,这个电话让陈兴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 刚俊功通车没多久的南山公路发生塌陷,一辆旅游大巴车一头栽进了塌陷的大坑中,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现场已经确认的就有10人死亡,还有重伤送往医院抢救的。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接到这个电话,陈兴睡意全无,起身就往外走。 电话是肖远庆是打过来汇报的,肖远庆不知道陈兴在办公室里休息,她中午也没回去,边给陈兴打电话边准备赶往现场去,猛地看到陈兴从办公室出来,肖远庆还吓了一跳,拿着手机震了一下。 市长!看到陈兴,肖远庆将电话挂掉,走了过来。走,去现场。陈兴沉着一张脸,心情伪实是糟糕透顶,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撞邪了,竟发生些不好的事情。 陈兴赶往现场的途中,给邵华东打了电话,邵华东中午大都是回家陪妻子。陈兴这是知道的,陈兴不知道邵华东接到消息没有,问了邵华东,才知道邵华东也已经坐车赶了过去。 交通这一块,之前是邵副市长负责的。 肖远庆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悄然观察着陈兴的神色,见陈兴保持沉默,肖远庆便识趣地不再出声,多嘴可不是什么好事。 陈兴到达现场的时候,事故地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公安、消防、医院的救护车都在,现场的抢救工作还没完,还有些乘客在车里。 邵华东比陈兴早一步到达,紧随两人之后,到达的是副市长贾正德,秘书长江炳轩。 至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此刻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 贾正德走到陈兴和邵华东身边,一看到他陷的巨坑,便择了一声,这公路是怎么施工的,只胡得不成。 贾正德说完,并没人应他,正想发挥一下的贾正德,颇有些兴兴然地撇了下嘴,扫了陈兴和邵华东一眼。 贾正德又道,葛书记知道事故发生后,对酿成的惨剧很愤怒。 来之前,葛书记特意打电话过来,要求严查这条道路的施工建设,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对相关责任人从严处置。 贾副市长,现在是抢救的时间,不是查什么责任人的时候。 陈兴神色不悦,贾正德这话一出来,显然就坐歪了屁股,他这个市长不是葛建明的硬生虫。 贾正德开口闭口,就是葛书记的只是啥的,陈兴听了很是恼火。 救人肯定是要的,但问题总不能不查吧。 贾正德不轻不重地回答着陈兴,他是市委调过来的,之前干的又是市委秘书长的职务。 对陈兴还真不用太过忌惮,反正是个人都知道他是头上顶着葛兹的干部。 等就完人再讨论这个不迟。 陈兴冷声道,陈市长说的是,现在救人要紧。 贾正德瞥了陈兴一眼,总算是附和了一句,紧接着,却是话风一转,只见贾正德正色道。 不过我先提前表个态,作为负责交通这一块的主管副市长,这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如果不严查,我自己良心这一关就过不去。 尼玛的,贾正德,星号星号你大爷,老子是挖了你家祖坟还是把你老婆怎么着了? 绍华东终于是忍不住大火,这话他并没骂出来,但看向贾正德的目光是带着不善。 谁不知道,之前交通这一块也是属于他绍华东分管,贾正德不过是从市委调过来之后,在市政府的重新分工安排中才分管了交通这摊子。 这会贾正德口口声声要查,摆明了就是家枪带棍的针对他,这让一向脾气不错的绍华东也大为光火。 心里骂起了娘,真说起来,他和贾正德往日里也没结过什么嫌隙,对方莫名地针对他。 绍华东气得差点吐血,却又不能发作。 且不说绍华东正憋着火,边上正战战兢兢的交通局局长胡永泉听到贾正德的话后, 脸色一阵阵苍白,他身旁一名副局长也是面色发白,小腿肚子直打颤。 市长,又有一名重伤者刚从车里抬出来就死了。 肖远庆刚刚走上前去了解情况,这回又走回来。 死了十一人了,这是这两年来南州市最大的一起交通事故了。 贾正德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故意强调什么,说得一脸的悲天悯人。 陈兴听到贾正德的话,心里头有些腻歪,压得就是长了一脸欠奏响。 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才结束,排除还在医院重伤抢救的受伤人员。 现场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的达到16人,其中有两个还不到两周岁的小孩子。 在场的是领导,无不脸色沉重,正如贾正德所说,这是近两年来南州市发生的最大一起交通事故。 这起交通事故,甚至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关振明也来到了现场, 带来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务必尽一切力量抢救受伤人员,务必将伤亡损失减少到最低。 而在下午,随着救援工作的就行,这辆旅游大巴的情况也被查清核实。 是属于安内省一家叫四海旅行社的,安内省是和南海省毗邻的一个内陆省份。 而这辆旅游大巴走的是南州市南青山风景区的旅游线路。 南青山风景区是南州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在全国都有不小的知名度。 每天都要接待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四海旅行社的这辆旅游大巴,全车合在56人。 实在60人,因为车上有四个不到三周岁的小孩,所以并不算超载。 车子的情况查清楚之后,在场的人都没有吭声。 甭管是想捂盖子还是想为自己找理由开拓的人都暗暗着急,车子连超载一人都没有,那就是没法往这上面做文章了呀。 如果我没记错,这条南山公路才刚竣工通车不到两个月,通车不到两个月,路面就塌出这么个大坑,要不是事实摆在眼前,我都不敢相信市里投资上亿的公路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甲正德沉声道,一脸痛心,这是活生生的16条人命啊,还有两个小孩,他们还不懂得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就这样离开了。 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邵华东转头看了甲正德一眼,心里骂了一句,甲正德,你还能再恶心一点吗? 16条人命,总要有一个说法,不管是天灾星号星号,都要查清楚。 陈兴兴但莫出声,他也看不惯甲正德的惺惺作态,要说对方真的是在为现场死去的人心痛。 打死陈兴都不信,但看不惯归看不惯,这么大一起车祸,总不可能轻描淡写地接过去。 谁想捂盖子,陈兴这个市长是断然不会答应的,如果公路塌陷这么个大坑是地质原因,那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如果是在施工过程中玩乎职守,不负责任,偷工减料,那么,该负责任的人总要站出来负责。 事实上,第一个原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错,一定要查清楚,严查到底,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让逝者安息。 贾正德附和着陈兴的话,一脸正气。 其他人都没人说话,除了陈兴刚刚开口表态,从始至终也就贾正德一人跳得最欢,而常务副省长关振明在现场待了约莫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 这回,只有市里的干部在现场,旅行社那边的人联系了没有? 陈兴转头问着肖远庆,联系了,他们已经派人赶赴过来。 肖远庆答道,陈兴默然点头,救援工作差不多结束,陈兴看了下时间,已经五点了,也该回去了。 陈兴一走,其他人也都纷纷跟着,邵华东在陈兴临上车前更是快步赶上来。 陈市长,我坐您的车走。 陈兴一愣,瞥了邵华东一眼,随即点了点头,好。 两人相继上车,后面的贾正德原地正了一下,看着陈兴的座驾先行离去。 贾正德的脸色阴晴不定,他今天下午的一番表现无非都是冲着邵华东去的。 虽然没直接说针对邵华东的话,但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他是向庄武建制在配工,因为之前交通这一块属于邵华东分管。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如果真是道路质量问题,那邵华东这个常务副市长可就被动了。 要知道这条公路才通车不到两个月,刚刚通车的新路就出现质量问题,那估计又要有一批人要落马,交通领域本也就是新号新号的重灾区。 最后要是能牵连到邵华东这个分管领导,那对贾正德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没想到,这两人倒是勾肩搭背,走得挺近的。 贾正德嘴角微微往上一翘,神情有点阴郁又有点不屑的那种,对邵华东,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对陈兴,面对比他小了足足十五岁的年轻市长。 贾正德除了极度羡慕,内心深处端的事有点瞧不起,觉得又是一个靠关系起来的二世祖。 在原地站了一会,贾正德才傲然地转头上自己的车,不管陈兴和邵华东的关系亲不亲近, 他跟两人注定走不到一块去,他是市委过来的,一过来就贴着葛西的标签了,这决定了他的立场。 贾正德一上车,后面的交通局的头头脑脑,这才如临大赦,跟着上了自己的车。 交通局局长胡永泉的脸色有点苍白,就跟失血过多的人一样。 上车时,胡永泉朝另外一名副局长事件数使了实眼色,对方也赶紧跟上了车。 这条公路招标的时候是他负责的,其实招标的过程只是一个形式,结果早就内定了,因为中标的施工队是胡永泉的关系。 老赵,等一下你先到医院去,代表局里去看望伤者,要是伤者有什么需求,咱们局里可以尽可能提供一些帮助。 胡永泉对车下的赵凯吩咐道,今天现场来了两个副局长,除了这回已经跟他在车上的事件数,就是赵凯了,因为有些话要单独跟事件数谈,胡永泉就要先把赵凯单独打发走了。 那我这就到医院去。赵凯对胡永泉的吩咐,很是力索地点了点头。 看着胡永泉将车门拉上,赵凯又回头看了一看事故现场,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幸好当初这条路的招标建设不是他负责的,要不然现在就轮到他吃不了兜着走了。 想到胡永泉和事件数那根死了亲娘似的脸,赵凯忍不住地有点幸灾乐祸,嘴角更是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嘿,有些人要着急地火烧屁股了。 看来家里那丫头跟那叫啥送志的小姑娘多多亲近了,这星期的休息日,得再将对方请到南州来玩才是,看能不能跟陈市长搭上关系。 赵凯心里琢磨着,眼珠子逐渐亮了起来,最近不是传闻年轻的市长对女性很博爱吗? 那叫送志的小姑娘她见过,很漂亮的一个女娃,指不定就跟陈兴有点啥暧昧关系。 但她女儿长得也不输给对方吗?而且都是空姐,赵凯脑袋瓜子已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毫无疑问,这起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让很多人都各怀心思。 邵华东在陈兴的车上,就正和陈兴谈论着这起事故,刚才有贾正德在场。 邵华东心里憋着一股火,也懒得在现场说话。 他要是说点啥,贾正德保准蹦跋得更欢。 邵华东不想看对方那副小人嘴脸,索性保持沉默。 此刻,只有他和陈兴两人。 邵华东也就陈兴刚才的表态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是赞同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严查的。 如果是因为道路质量问题,那是一定要追究到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相关责任人。 邵华东自认自己是清白的,他是深正不怕影子鞋,所以不怕查。 邵华东也很是坦然地跟陈兴说了这句话,建议陈兴让人先从他身上查起。 他愿意积极配合,只有铁一般的事实才能让某些人闭嘴。 华东同志,嘴巴掌别人身上,你又何必去在意? 陈兴微微摇了摇头,他知道邵华东对贾正德刚才的话耿耿于怀,现在的这番话,显然是同贾正德刚刚所说的话针锋相对。 不管别人说什么,这是总要严查,查清楚了,也免得有人借机兴风作浪。 邵华东沉着一张脸,他和贾正德肃无瓜葛,但冲着贾正德今天下午的那番话,他和贾正德的这个仇算是结下了。 查肯定是要查的。 陈兴不动声色地点头,他心里头还是相信邵华东的,虽然接触时日不长,但邵华东的形势让他愿意去相信对方。 再者,交通领域虽然是新号新号的重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跟邵华东这个分管领导就有啥直接关系,而且陈兴并非看不出来。 贾正德这个副市长是居心叵测。 一路上,陈兴和邵华东相对无言,进了市区后,邵华东便提出下车。 他要到医院去看望伤者,陈兴也没阻拦,干脆由邵华东代表市里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乘客。 回到办公室,已经近六点,陆明这时候才来到了陈兴的办公室,今天从早到晚,对陆明而言是忙得脚不着地。 拘留所那边,陆明一直待到了快中午才离开。 对拘留所内部的检查,陆明是亲自在场盯着。 早上给张青阳送早餐的那名警察也被单独问话,无疑,现场查不出任何异常情况。 原本下午,要到陈兴办公室走一趟的陆明,因为布里的调查组,要将案子移交给省厅。 陆明和布里调查组的负责人长盛军碰了一面,市局这边协助的一些调查也要向省厅说明。 所以,陆明没能及时过来,也就到了傍晚,一天的忙碌才算是空闲下来,在陈兴办公室里,陆明当面汇报了张青阳自杀的详细情况,尽管早上电话里已经提及不少,这会仍是重复一遍。 上午在拘留所临时开了个会议,柳厅长也过来了,他说,官厅对张青阳在拘留所自杀的事十分重视,让市局认真调查。 陆明和陈兴说起了上午的会议,他口中的柳厅长是省厅的常务副厅长柳靖康。 查吧,希望能查出真相。 陈兴皱着眉头,他自是希望这件事好好查一查,抬头看了陆明一眼,陈兴又问道, 那封所谓的血书,你们内部开会时是怎么讨论的? 柳厅长在会上表态说,凡是要讲究真凭实据,不要被一些看似真实和残酷的表象所迷惑,同时下了封口令,禁止乱传这事。 陆明笑道,想必这是官厅的意思,柳厅长只是代为传话罢了。 也许吧。 陈兴点了下头,旋即又沉默了下来, 关锦辉倾向于他这边只能说是意料之内的事,陆明的猜测并非无地方时。 看来得抽空到关锦辉那里做作。 陈兴暗暗嘀咕着,不管怎么说,他和关锦辉多,走动走动也没啥坏处, 这毕竟是一个副省长,虽然只是主管公安系统,但在省里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对他能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两人坐了一会,肚子一阵饥饿感传来,陈兴对陆明笑道, 走吧,到饭点了,晚上一起吃饭去,你到南州来,好像我还没正式地请你吃过饭,今晚正好赶上。 市长请吃饭,那我是恭敬不如从命。陆明笑哈哈地说道,日子转眼就到了十二月底, 随着元旦的临近,渐渐地,新年的气氛也越来越浓。 今年的农历新年在一月中旬,元旦过后十几天就是,而在元旦三天的法定节假日后, 走在南州的街头巷尾,都能提前感受到一丝丝年节的喜庆。 市政府过年的领导值班表也已经排了出来。 肖远庆这个新任办公室主任拿着值班安排表来到了陈兴的办公室。 这个值班表虽然由办公室负责排,但也有必要经过陈兴点头的。 怎么没把我排进去?陈兴大致浏览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他的名字, 不由地抬头看了肖远庆一眼。 市长,您家在外地,一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我就想着您。 没必要,我这个市长不用搞特殊,值班的领导当中也算我一个,你重新拿回去排。 陈兴挥手打断了肖远庆的话。 好,那我这就拿回去重新排一下。 肖远庆忙不迭地点头,心里悄然捏了把汗,原本是想拍个马屁来着, 差点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幸好陈兴也没表现出啥不满,迟一片刻。 肖远庆又琢磨着领导不想搞特殊,但肯定不能排在初一初二那两天值班的。 没人会喜欢在那两天值班,心里如此想,又小心地问了一句, 市长,要不您排在大年初四如何?你看着排就是了。 陈兴扫了肖远庆一眼,没有否决就是默许了,他又如何看不出肖远庆的心思? 肖远庆这也是要在这种小事上巴结一下,让陈兴微微有些无奈,但体质就是如此。 下面的人,总要挖空心思,找各种机会迎合上面的意思,肖远庆算是让他比较气重的人, 但在他面前,也免不了跟其他人一样。 肖远庆见陈兴没反对,知道自己后面的话算是迎合了陈兴的心意,脸上也有了喜色,拿着值班表又出去了。 值班表的事只是一个小插曲,陈兴这个市长再次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中,越到年终,市里的事情越多。 他最近这些天,每天都是星号星号点过后才离开办公室。 陆明的到来让陈兴停了下来,张青阳的案子已经结案,这是陆明过来跟陈兴汇报的情况。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省厅的调查人员认定张青阳的自杀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在里面。 至于张青阳自杀现场留下的什么血书,省厅的结案报告里给出的调查结果是子虚乌有,诬陷领导。 陆明手上还拿着一份省厅的结案报告,这会放到了陈兴前面的桌面上。 省厅的调查结果总算是给了我一个清白。 陈兴拿起报告看了一遍后,半开玩笑地说着,不过这个报告在很多人眼里怕也是我找人施压的结果。 有些人不知道事情真相,偏偏又喜欢乱传谣言自以为是,市长何必跟那些人一般见识。 陆明笑道,我倒是懒得跟那些人一般见识,不过张青阳的案子就这么结案了,也不知道这份结案报告是不是能让所有人信服。 陈兴眉头微不可觉地皱了一下,张青阳自杀,这是总让他感觉没那么简单。 正如常盛军跟他聊天时对张青阳的评价,那人就不像是个会自杀的人。 骨子里的想法应该也是应了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且张青阳也不可能判死刑,但偏偏张青阳就自杀了,这是让人玩味。 市长还是认为这案子深挖下去还有黑幕。 陆明看着陈兴道,他是知道陈兴意思的。 也就随口说说,结了就结了吧,省厅的事还轮不到我去干涉,况且我也没理由干涉。 陈兴笑了笑,其实案子结了对他是有好处的,张青阳那封所谓的血书算是有了结果,也证实了他是被污蔑,省厅结案是有利于他的。 这里头说不定也有关锦辉的意思。 案子结了也好。 陆明附和了一句,张青阳的案子从不理的调查组移交给省厅后,就是省厅在主抓。 市局也被排除在外,陆明对案子的办案过程并不是十分了解,但今天到省厅开会。 知道案子结案,陆明心里头还挺高兴,心说陈兴肯定愿意听到这个好消息,从省厅出来。 他就直奔陈兴这里来了,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 陈兴淡然地说着,表面上虽然没什么,但心里头总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心。 他总认为张青阳自杀背后有黑幕,但案子结了也就结了,这事就让他过去吧。 或许也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怀疑而已,毕竟他也没啥真凭实据,靠感觉,是做不得真的。 陆明并没感觉到陈兴的一样,笑着问起了过年的事,市长,您要回宁城过年吧,打算啊一天回去,可能大年三十吧。 陈兴答道,刚才肖远庆那么疑问,那肯定是会将他排在初四值班了,大年三十那天,他倒是可以直接回去了。 那可真不巧了,我还说和市长,您一块回去呢?看来是不行了,我初一值班,看来,我只好自个回去了。 陆明笑哈哈地说着,虽然如此问,但他也没想过,真会和陈兴一块回去。 陈兴是市长,怎么排也排不到初一值班去,除非是陈兴自个要求,要不然,谁敢那么安排? 这会无非是找个聊天的话题罢了。两人说笑了几句,陈兴突然间想到郑光福的事,随口又问了一句,郑光福中毒的案子还没查清吧? 还没,那案子说不定要成悬案了。 陆明摇了摇头,郑光福中毒死亡的案子倒是由市局查的,但查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张青阳的案子结了,郑光福的案子看起来也没那么重要了。 是没那么重要了,不过我一直好奇谁会给他下毒呢? 陈兴嘴角撇了一下,郑光福的案子,他对结果的好奇大于案子本身。 郑光福手底下的产业都是酒店KTV,夜总会娱乐成啥的,节食的人三教九流都有。 再说,他做那种生意,也容易跟人产生冲突,谁会给他下毒,还真不好说。 陆明摇了摇头,郑光福的案子很有可能又成为一桩悬案,时间久了,要是还没破,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他也不敢说一定会破案啥的。 这郑光福可能连死也不知道是害死他的,也算是报应了。 陈兴笑着说了一句。 两人聊着,黄江华敲门进来,说是邵华东过来,陆明一听,旋即站了起来,是长,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 陈兴点了点头,起身送陆明,道,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陆明走到办公室门口,正逢邵华东进来,邵华东看见陆明,主动点了点头,给尽了对方面子,他知晓陆明是陈兴的心腹。 华东来了,坐。 陈兴朝邵华东笑了笑,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自个已经先坐了下来,笑道,华东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才刚到。 邵华东回答着陈兴的话,脸上并没有太多的笑容。 他出差了几天,今天刚回南州。 一回来就了解南山公路交通事故的调查进展,听到贾正德上蹿下跳的,特别还有些风言风语说,他到外地去出差,是为了躲避调查。 因为交通口之前是邵华东分管,这次刚骏公通车没多久的南山公路就路面踏出个大坑。 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的是道路建设的质量问题,所以市里正在严查,查就查吧。 邵华东从头到尾就没说过什么反对的话,偏偏贾正德背地里搞风搞雨,邵华东差点被气得吐血。 不管现在的那些风言风语跟贾正德有没有关系,反正邵华东是把贾正德恨上了,琢磨了一下,就过来陈兴这里,深正不怕影子邪。 邵华东觉得自己有必要再重申下自己的态度,来到陈兴这里,邵华东也不拐弯抹脚,开门见山道,市长,对南山公路的问题,我是支持市里深入调查的,查到谁有问题就严办。 不论什么结果,我都举双手赞成。 华东,一回来就说这事,是不是又听说了什么了? 陈兴笑着看了邵华东一眼,对于外面传的那些,陈兴也有所耳闻,他也就是当闲话听听,并没有放在心上,到时邵华东出差回来,就到他这来表明立场,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外面的那些风言风语,我懒得理会,但是里面的个别领导干部,没有丝毫领导干部的觉悟和大举感,让人气愤。 邵华东黑着一张脸,就差没指名道姓地说贾正德了。 有些人喜欢搞小动作,没事八步地搞点事出来,说难听点,这种人就是跳梁小丑。 华东,你要是跟这种人怄气,那才是真的落了下诚。 陈兴笑着安慰邵华东,他对贾正德没啥好的观感,要是他能做得了主,肯定让贾正德从市政府滚蛋,但那是葛建明安插到市政府里的棋子。 姑且不说,他现在跟葛建明掰万子能不能掰得赢,涉及到一个常委副市长的任命。 他这个市长现在还是有心无力,没多大的话语权,决定权在省里。 就算是市里也能起一定的影响,但葛建明这个市委书记的建议肯定比他的分量更重。 这也是为什么葛建明能够将贾正德从市委弄到市政府来,而他这个市长又无力阻止的缘故。 之前那人在市委,没怎么跟他接触,没想到会是这么恶心的一个人,别让我抓到他的痛脚。 要不然,我一定狠狠回击他一下。 少华东咬牙切齿,他一向比较沉稳,此刻在陈兴面前竟会放出这样的话,已是气到了一定的程度。 有些人就是天生一副奴才像,没事也喜欢蹦打,就想着能在主子面前好好表现。 陈兴撇了撇少华东,他这话想表达什么,相信少华东也心知肚明,他也没必要再多说。 让少华东往市委那边联想,他以后要拉拢少华东旗帜鲜明地跟葛建明对着干就容易多了。 现在少华东跟他走得近,在常委会上也有支持过他,但要是跟葛建明直接对着干的话,少华东会是什么态度就不好说了。 当然,少华东是属于本地派干部,跟葛建明是不可能走到一块去,但陈兴有必要将少华东再往自己身边拉得更近一点。 果不其然,陈兴的话一出来,少华东就沉默了下来,他并非没想过贾正德上蹿下跳的是不是有市委那边的意思。 毕竟贾正德之前是市委秘书长来着,谁知道贾正德现在做的事不是来自于葛建明的授意。 不管怎么样,我支持市里的任何决定,市长您主张深入调查,我毫无保留的支持。 有人说,交通局之前是我分管的,南山公路的建设我也捞了不少好处。 我建议市里也好好查一下我的银行账户,包括我家人的账户,我随时欢迎市里调查。 少华东脸色严肃。 瞧瞧,说其话了不是。 华东,你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我是相信你的,但是交通局的一些害群之马,绝对不能姑息。 陈兴笑道,你呀,就该干嘛干嘛,别影响了自己心情,个别人居心不轨。 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相信市长。 少华东脸色略有缓和。 陈兴还带说什么,手机突得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号码,陈兴眉头微微一明,眼神有些疑惑,是个陌生电话,想了一下,陈兴并没有接,直接挂掉。 市长,我先回去了。 少华东见陈兴的动作,忙起身告辞。 怎么,不再做一做。 陈兴笑道,知道少华东误会了,以为他这是要对方回避,不过他也没必要特地去解释。 刚回来,这几天堆了一堆工作要处理,我得赶紧回去,不然晚上又得加班到很晚了。 少华东笑道。 也好。 陈兴点头笑道。 送走少华东,陈兴并没将这个电话放在心上,刚坐回办公桌后面的时候,同样一个号码又打了过来,陈兴疑惑地接了起来。 你是? 陈市长,不会不记得我了吧?我是宋志的同事,赵子清。 哦,是赵小姐啊。 陈兴恍然,心里的疑惑确实更甚。 这人找自己能有什么事?赵小姐,找我有事。 陈市长,不知道晚上能不能请您吃饭。 赵子清在电话那头说道,如果陈兴仔细听,可以听出来,赵子清的声音有些紧张。 晚上,陈兴一愣,想到宋志那个鬼灵精怪的丫头,笑道,不会是宋志在你旁边,又在恶作剧吧? 不是不是,陈市长,是我想请您吃顿饭,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多有冒犯。 我想请陈市长您吃饭赔罪。 吃饭赔罪?你冒犯我什么了? 陈兴听得笑了起来,赵小姐,你想多了,你是你,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 再说,我就没把那种小事放在心上。 陈市长您心胸致宽广,但我自个儿却是过意不去,就是想请陈市长您吃饭好,向您赔罪。 今天晚上,我在四季酒店等您,陈市长您一定要过来。 赵子清说完,立刻就挂了电话,陈兴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笑地摇了摇头,这姑娘还真是。 子清,怎么样,陈市长有没有说要过来? 电话这头,赵子清的父亲赵凯迫不及待地看着自己女儿,神情有些迫切。 爸,你没听我最后那样说了吗?我是尽力了,陈市长过不过来,我就没办法了。 赵子清无奈地耸了耸肩。 哎,你刚才不应该那么急着挂电话吗? 我要是不挂电话,人家要是说不来,那我总不能死缠乱打吗? 那样,就更加不好了,说不定还弄巧成拙。 说得也是。 赵凯眉头皱了起来,女儿说得也有道理,说到底,还是她的心态有问题。 谁让她现在一颗心滚烫滚烫的,屁股底下坐着交通局这个副局长的位置也坐了挺久了。 这次南山公路的事情跟她没关系,那她就得有上进心不是? 陈兴晚上将近七点才来到四季酒店。 赵子清和其父亲赵凯已经恭敬地在酒店门口等候。 两人从六点半就站在外面,站着等了半个小时。 赵子清偶尔还会走到酒店大厅的沙发上坐一下,赵凯却是片刻不敢离开。 一双眼睛一直盯着酒店来车的方向,生怕错过陈兴的车子,这会看到陈兴的车子过来。 赵凯立刻小跑着迎了上去,赶在车子停下的那一刻,恰到好处地给陈兴开车门。 陈市长 赵凯站在陈兴面前,拱着身子,一脸恭敬。 嗯。 陈兴看到赵凯时,眼神微微有些疑惑,赵凯只是交通局的一名副局长。 陈兴之前并没跟对方直接接触过,没什么深刻印象。 这回见到一名有些眼熟但又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给他开车门,陈兴能不疑惑才怪。 目光扫到后面走上来的赵子清,再看看的眼前的赵凯,两人眉宇间有些神似。 陈兴心里隐约猜到了什么。 陈市长 这是我爸 赵子清也跟了上来 他脚上穿着高跟鞋,脚步没附起那么快。 最主要的是,刚才赵凯看到陈兴的车子时,就跟猴子一样窜了出来。 赵子清想跟都跟不上。 对于父亲的心态,赵子清实在了解不过,心里也只能苦笑。 知道身为体制议员的父亲对权力有着狂热的追求和本能的敬畏,面对高高在上的市长。 父亲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巴结时,又生怕失去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这回,父亲任何卑躬屈膝的表现在赵子清眼里都是正常,即便是他自己。 受父亲的耳濡目染,对权力又何尝不是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崇拜。 哦! 陈兴淡淡地点了下头,看着眼前这对父女的证实。 陈兴就是再傻,也知道赵子清打电话约自己出来,星号星号城市,出自其父亲的授意。 至于赵子清有他的电话号码,肯定是从宋志那里打听过来的。 陈市长,我叫赵凯。 赵凯一脸谄媚的笑容,看陈兴的样子。 他也知道,自个这个交通局的副局长,人家市长压根就没印象,这会肯定要先介绍下自己。 让陈兴先有个印象,紧接着诱导,陈市长,您请进,请进,我们已经在楼上订了包厢。 赵凯围攻着身子,侧身在一旁,陈兴往前走,他才小心翼翼地在边上跟着。 而赵子清走在父亲身旁,看到父亲的样子,那是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三人上了楼上的包厢,赵凯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让女儿坐在了陈兴身旁,而她自己,则是坐到了对面去。 子清,还不快给陈市长倒杯茶。 赵凯让酒店的人端了一壶茶过来后,茶叶还是他特地带过来让酒店的服务员泡的,说完朝女儿使了个眼色。 陈市长,您请喝茶。 赵子清站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无奈,父亲为了头上的官帽子能够戴得更大一点。 他这个当女儿的,却也是得跟着前居后宫,但不可否认,父亲要是能当上局长,对他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有好处,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对于体制里官员家庭的写照,是在真实不过。 陈兴笑着点了下头,瞥了赵子清一眼,今晚赵子清明显是精心化妆了一番。 刚才在外面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会在屋里,灯光明亮,却是看得分外明显,本就姿色不俗的一张脸蛋,更显得娇艳欲滴。 陈兴不知道他一个不经意间的眼神,就让对面坐着的赵凯,暗暗欣喜。 传闻陈兴这个年轻市长不贪钱,但好女人,这些风言风语,不知道是从哪最开始传出来的。 但这些对赵凯来说并不重要,他只要确定陈兴真的对女人有特别的兴趣就足够了。 这回看到陈兴的眼神落在女儿身上,赵凯就愈发地信了几分了。 想想也是吗?年纪轻轻的市长,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肯定是龙惊虎猛的。 对女人的兴趣比较大也是正常,旺盛的精力需要排浅吗? 再加上手里有权,有的是女人争着倒贴,年轻的市长被人说好女色也就正常了。 陈兴要是知道赵凯此刻的想法,恐怕得找块豆腐撞死,他就是看了赵紫青一眼,偏偏在赵凯眼里就坐实了好女色的名声,不过别人真要那么认为。 陈兴还真没法辩解什么?事实上,他的私生活也的确是有点那么不堪。 赵紫青倒完茶便坐了下来,今晚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裙,领口是新型的那种,稍稍有点低,一抚身,很容易就走光。 这么一副性感的装扮,还是父亲特地吩咐的,让他一定要打扮得性感漂亮一点。 赵紫青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啥心思,但这会坐在陈兴身旁,赵紫青感觉很不自在。 难得宋志那丫头没跟你一块到南州来。 陈兴清抿了一口茶,笑着说道,他这次多请了两天假,说是要回家两天。 赵紫青答道,小心地扫了陈兴一眼,心里嘀咕了起来,宋志和陈兴到底是啥关系。 前两次不知道陈兴是市长,他还以为宋志和陈兴是在往男女朋友关系的方向发展来着。 现在知道陈兴是市长,赵紫青就不敢那么想了,但听到宋志一口一个陈哥叫着,说起陈兴时,脸上又是一副花痴的样子,赵紫青就纳闷了,心想该不会是陈兴的情人吧。 陈兴一个堂堂的市长,要说有情人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至于说陈兴到现在还没结婚,打死赵紫青都不信,他虽然没见过陈兴的妻子,但也知道陈兴是有家事的。 原来是回家去了,我说怎么没过来了? 陈兴恍然,几人随意聊着,没话找话,一开席,赵凯就站起来要敬陈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至于陈兴,则是倒了半杯饮料,赵凯当然不敢要求陈兴要喝酒啥的,能有向陈兴敬酒的机会,对赵凯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 子青,你也多跟陈市长喝几杯。 赵凯对女儿说道,好酒美女,她今晚是打定主意要将陈兴招待好了,连女儿都派上场了。 要是陈兴最后看中了她女儿,赵凯心里绝对会偷着乐,女儿以前也谈过两个男朋友。 赵凯都看不上,棒打鸳鸯,但要是能让陈兴看中,那绝对是好事一件。 至于说女儿会不会愿意做啥情人,赵凯一点都不担心,这对女儿并不是坏事。 赵凯有的是信心让女儿听话。 不用了,今晚不喝酒。 陈兴摆了白手,赵凯敬她,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喝饮料,但要是赵子青上场,她也不好欺负一个女人,总不能对方拿酒敬她,她去喝饮料。 不喝酒,那吃饭吃饭。 赵凯眼珠子一转,笑眯眯地说道。 赵凯话音一落,赵子青已经会议,殷勤地给陈兴加菜盛汤,笑道。 陈市长,您尝尝这红菇汤,很正的。 我自己来,赵小姐不用这么客气。 感受到手臂碰触到的赵子青身体的柔软部分,陈兴面色僵了一下,赵子青这凑得够近的。 我看是陈市长您太客气才是,我看您都没怎么吃。 赵子青笑道,晚上是我请陈市长您吃饭,要是让陈市长饿肚子了,那可是我的罪过。 不错,陈市长,我看您最近比起刚刚到南州来的时候好像瘦了一点,为了工作都消瘦了。 陈市长您可得多吃点。 赵凯复喝道。 你马,你这马屁能拍得再恶心一年吗? 陈兴听到赵凯的话,翻了翻白眼,要是能骂的话就骂出来了。 说他小肚子要长起来还差不多,竟然说他瘦,他这三天两头硬臭的,现在就担心胖来着。 赵凯这马屁尾时拍得让他腻歪。 这一顿饭,一吃就吃到八点,对陈兴来说,端得是吃得活色生香。 最后,要不是陈兴提出要走,恐怕吃到十二点都有可能。 赵凯的心思,陈兴瞧出了一点,这是变相地到他这来走后门了。 交通局的局长和常务副局长都在接受调查。 赵凯这个排名并不靠前的副局长眼巴巴地盼着要上进了。 送走了陈兴,赵子清朝父亲说道, 爸,我看你想走陈市长的门路,怕是没那么容易。 慢慢来,这种事哪里吉得了。 赵凯上下打量了女儿一眼,心说,这不是还有你这宝贝闺女吗? 好歹也是长得亭亭欲力。 他就不信年轻市长会不动心,不过这种话赵凯是万万不能直接对女儿说的。 嘴上道,子清,以后要多跟那个叫宋志的姑娘走动,有空就带她到咱家来做客吗? 通过她,咱们就更好和陈市长接近了。 不知道她和陈市长是啥关系。 赵子清嘀咕了一句。 陈兴离开酒店,拍了拍自己的衣服,抬起胳膊闻一下,还有点香水味。 那是赵子清身上的味道,对方刚才跟他贴得挺近,连香水味都沾到他身上来了。 市长,现在是回去吗? 司机李勇回头问着陈兴。 回去吧。 陈兴迟疑了一下,也不打算再到何立和楚容那里去,天天去的话也不像话。 车子进入市区的主街道,李勇开回去的路线意外路过蒋婉开的小饭店外面那条街道。 陈兴这才想起蒋婉,想到最近也不知道蒋婉的近况,干脆进去看一看,吩咐李勇道。 小李,这边停一下,你在外面等一下我。 走进小巷子,陈兴看到蒋婉的那家小饭店还亮着灯,陈兴便走了进去。 陈,陈市长。 蒋婉看到陈兴时,嘴巴张得老大,又是意外又是惊喜。 这么晚还不关店,我记得你这里没经营夜宵的吗? 陈兴笑道。 要了,正要关门。 蒋婉脸上掩饰不住的喜色,那是由内而外的高兴,绽放着美丽的笑容。 看来我来得刚刚好,要是再晚来一步,就碰不到了。 陈兴半开玩笑道。 您,您可以打我电话吗? 蒋婉没来由的有点娇羞,再说我就住在楼上。 怎么,不请我进店里坐坐。 陈兴笑道。 好好。 蒋婉忙不迭地点着头,回头看到简陋的店里,蒋婉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道。 陈市长,要不到楼上我住的地方坐吧,这店里实在是没办法坐。 也好。 陈兴朝店里看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店里主要就是卖快餐, 后面又是一个厨房,还真没坐的地方。 那您等我一会,我关下店门。 蒋婉脸上的笑容更多。 关好店门,蒋婉回过头来看着陈兴,心脏莫名地跳了几下, 蒋婉内心隐隐在期待着什么,脸净是红了起来。 蒋婉住在五楼,房子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式楼房,没有电梯,只能走上去。 对于长期做办公室,出入有专车,上下楼有电梯的陈兴来说,一口气爬上五楼, 韦时是个体力活,一到五楼就小喘着气。 陈市长,您喝杯水。 蒋婉给陈兴倒了一杯热水,有些拘谨地在陈兴旁边坐下,房间比较简陋, 让陈市长您见笑了。 这有啥,你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面打拼,靠自己双手赚钱,这才是令人敬佩的。 陈兴笑道,蒋婉租的这小单间也是够简陋的,除了张床,就是一张小桌子, 屋子里面也七七八八地堆了不少东西,看起来略显拥挤, 地板上更是散乱地放着两个插座,电线插头从地板延伸到床的另外一侧。 陈兴刚才进来就险些被电线绊倒,这么辛苦的住宿条件, 陈兴可以想象一个女人独自打拼的艰辛。 像陈市长您这样的,才让人敬佩。 蒋婉看着陈兴,眼神格外地清亮,甚至带有着一种莫名的情愫, 蒋婉不敢过分地流露出来,死死地压制着自己那不现实的想法。 我。 陈兴好笑地摇了摇头,他这个年纪就当上一世之长, 并非完全是能力的问题。 不过跟蒋婉谈这个也没有意义,转移话提到, 对了,我上次听何丽说,不是要借你一些资金, 让你到别处开个规模大典的饭店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有的,何小姐说要拿几十万给我开个大典的饭店, 但我怕自己没那个能力。 到时候辜负了何小姐的一片好意, 而且,要是饭店不赚钱, 我上哪拿那么多的钱去还给何小姐, 所以我没敢答应。 蒋婉摇头说道,说起这个, 蒋婉内心也挣扎过, 没人不喜欢钱。 何丽说,要给她的钱虽然不是白送她的, 但也没说什么时候还, 至于利息啥的,更是不用。 总之一句话, 就是让她赚钱了, 手头宽裕了再还。 蒋婉在一番思想斗争后, 终归是没敢要, 仅仅是相识没几天。 何丽和楚容两人对她是好的没话说, 或许真的只是因为三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在这异地他乡相逢, 有一种老乡对老乡的真切情感, 正如何丽跟她说的, 大家都是女人。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能认识就是一种缘分, 有条件帮一把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正因为何丽和楚容都十分仗义, 蒋婉才更担心会辜负两人的好心。 她没啥做生意的经验, 经营一家小餐馆跟经营一家大饭店并不一样。 她现在, 这家小餐馆一个月能够有个三四千块的纯利润, 不代表开大饭店就能赚钱。 几十万对合力来讲可能不算啥钱, 但对蒋婉来说却是一笔天文数目了。 蒋婉想都不敢想自己要是万一亏光了, 以后拿什么去还合力, 她想得自己慢慢攒钱, 以后再开个大的, 但那无疑要很长时间。 你背井离乡, 敢估身一人到千里迢迢的异地他乡打拼, 我想你应该不会没有这个胆量吧? 要知道, 有时候机会没了就不会再来, 现在既然有这么个让你搏一把的机会, 你怎么不敢去试一下? 陈兴看了蒋婉一眼, 眼神带着鼓励, 成功的人不仅是善于抓住机会的人, 更要有常人没有的胆量和勇气, 你就不想摆脱现在的生活。